中美关系人生的发展 我分两部分讲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谈谈中国美关系 一个是谈谈两个问题 我感觉去年掌门的外部环境确实是变差了一些 变差的主要还就是中美关系有所谓话 那么中美关系有所谓话呢 我觉得有三个点 来证明 一个就是美国给我们的定位 这主要体现军方的三份文件里面 一个是17年12月18号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就是国家安全传统报告 然后是18年1月19号的国防战略报告 然后2月4号的那个核泰式评估报告 这三份报告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美国现在遇到的安全威胁是大国竞争 然后是流氓国家 然后才是恐怖主义 这个应该讲是9月1日以后头一次 所以他以前一直是把那个反恐放第一的 因为反恐所以他要请我们大国来合作 但是现在他觉得恐怖分子差不多了 主要是那个大国进来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标准 整个思路啊 包括军事发展 现在军方就觉得 以前那个打防恐主要是 这个叫什么自安战 所以他有一些记忆就荒废了 所以他要重新改装备改训练 目标就是对大国竞争 另外我注意到三份报告里面 其实最后结论差不多 就是目前他说大国竞争是中国和国两家 但是未来呢 基本上都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俄罗斯未来没什么前途 因为这个国家经济上已经调到那个资源陷阱里面去了 政治上呢 他们认为普京之后 这个国家是政治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因为这个国家目前是靠一个强人在团结 而这个强人呢 下面又没有一个伟大的党 下面是一个叫统一俄罗斯党 那是很松散的 这个就跟我们 这个就是 就是很多很多西方国家的党差不多的 对吧 还不是一个很 很有组织能力的一个党 所以 因为基于这两个理由 政治上有风险 经济上没有前途 所以他们 在谈那个 就是未来大国竞争的时候 基本上能领未来竞争者 就一个就是中国 所以定位变了 我觉得这个麻烦 那这是中美关系 四十年来真正的认识 以前呢 美国给我们的定位是有缺点的伙伴 他当然我们有很多缺点啊 这不七不满八不满 但是台认我们是伙伴 战略问题 国际问题 那个 非传统安全什么反恐啊什么 那当然经济上更是伙伴 所以现在 这些大问题啊 也都是伙伴 那小问题缺点很多 原来是这样 老批评我们 一开会就批评 但是呢 吃饭还请我们上桌的 现在的根本问题就是那个 根本问题就是把我们定位变成了战略对手 而且长期看是唯一对手 我觉得这是中美关系变化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啊 第二个呢 就是 去年麻烦就来了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行动能力很强的 它跟欧洲还不太一样 欧洲是一帮老贵族 说万年不动手 美国上来就动手啊 对吧 欧洲是上海人 说你过来你过来 找我回去啊 对不对 我说这么个句话 我最近到时候都说 我打你一巴掌行不行 吃酒意见了 他不动手了 他美国老不一样 美国的湖南人啊 上来就动手了 中国最能打的 其实才不是东北人 最能打的是四川人 湖南人 特别会打 广西人也会打 所以美国他上来就动手吧 去年呢 我觉得他是打了一套这个组合拳 他是以贸易问题为切路点 对吧 就是3月22号 特朗普签总统令 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 他其实直接就说贸易战了 咱们这边呢 因为是想控制矛盾 所以我们先不许说贸易摩擦 到今天还是贸易摩擦 其实我们这边看得出来 很想稀释凌人 对吧 到今天也是这样 我们是中国想把事情闹大 所以那个用词都很谨慎 他是不管 而且他 他那个时候 就322发表那个总统令吧 对华贸易战总统令 他推特里面讲 说easy赌印 这个贸易战很容易赢了 这是他们这个切路点 322以贸易为切路点 但是很快就延伸到这个高科技战 打中心 打华为 打海康威视 后来打福建建华 就是打你这个行业龙头 对吧 这应该属于科技战 它已经有点超越那个贸易摩擦的范畴 另外呢 就是在美国人要求之下 是不是 这个渣打银行 汇丰银行 彻底切断了 与华为的金融联系 我觉得这是属于金融战的范畴 对吧 另外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 我觉得是 具体时间 我忘了有一天 就是搞了一个假新闻 在他的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 说那个 中国政府免了 康埋伦政府 52亿美元的债务 其实 然后有些人去查 说英文没有这个消息 就他自己英文网 没有这个消息 后来再一查呢 是那样 就康埋伦政府的 总外债 52亿美元 其中有 6000多万美元的 中国债务 到期了 他们 想跟中国商量延期 然后呢 他整个 他就给你改了 这个 这弄到这个 通过理论场 就比较被动 我记得那天 网民是一片麻烦 说西部人民还吃草呢 对不对 你怎么把52亿 那个钱给面了呢 这个其实就是有意的 我认为这属于 舆论战 另外呢 还有一些 人权派 新疆 总之 其实美国跟我们斗吧 它一向是那个 组合 它不是单一的 它不是单一共进 但是它会有重点 每个世界有重点 去年呢 我觉得是以贸易 波差为重点的 一个组合权 然后呢 这个中美关系变差 第三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定位 第二个证据是动手 组合权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有一批 身居高位 人数不多 它身居高位的人 我们 西方媒体朋友 把它叫 Depstate 叫生存国家 也叫幕后政府 就看你怎么翻译了 我就翻译 幕后政府可能更符合原意的 Depstate是字面翻译 这个幕后政府可能 就这些人呢 人不多的 但是呢身居高位 能量很大 它的代表人物应该是 那个副总统 麦克尔根基 这帮老兄想 想把中美关系 引向全面新人战 它的标志就是 当地时间 10月3号 这哈德逊所的讲话 当我们时间 是10月4号 那个 所以我看最近 好多人 写东西不一样 有人说10月4号 有人说10月3号 应该加一个 当地时间 10月3号 这个比较准确 那么 另外呢 就是开始搞这个 D-Link 就这帮家伙啊 想把中美关系 整个推向新人战 那具体的做法 就是D-Link 就是这个脱钩 脱钩现在看起来呢 全面经济脱钩 肯定是做不到的 因为美国大企业 不干的 美国大企业 现在对中国 有抱怨 但是呢 你说 你说我们就不干了 你走吧 没有赢 你不愿意走啊 因为我刚从那个 上汽回来 上汽那个 卖的那个 别克 那这怎么卖 一年两千多亿能币呢 三千多亿能币 三百多亿美元 就超过美国本土的销售 你可能说你回去吧 他根本不回去 知道吧 就像英国托鸟那样 站在门口 说我跳了啊 我走啦 你别拉我 我们说没拉你啊 他不会走了 大家放心 就是美国 这帮大企业都知道 中国市场潜力 比美国大 你要走 他肯定不敢来 但是他会 要更多 这是个问题 现在我又担心 就是在科技与 文化交流与 迪林克现在好像正在发生 是吧 就是昨天的微信 说美国那个叫 国家健康中心 是吧 开除了三位 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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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那个理由 就是怀疑你 就解雾了 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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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倒不重要 其實最可憐的是你幫華人那個什麼 那種學者 OK 總之是這樣的 就是我下一個結論 我認為就是基辛格講的那個觀點 我同意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 對吧 當然我認為就是說那個叫什麼 新冷戰呢我們是可以避免的 新冷戰雖然他們有些人想做 但是結構上講 我覺得美國現在新冷戰搞不起來 因為盟友不會跟他走 然後老百姓也不支持 所以新冷戰只要我們做到到位可以避免 這個但是這三個東西合起來吧 美國對我們的定位變差了 對吧 動手了 然後有deep state的搗亂 所以中美關係變差了是肯定的 但是呢我現在還有一個觀點就是 我們可能對整個外部形勢也不要太悲觀 去年有一個問題就是因為美國打貿易戰 結果再加上國內經濟不太好 所以去年上半年整個輿論層特別悲觀 這個其實就沒必要 因為就我們研究的外交來講啊 就是整個外交還可以 就除了中美關係有問題 其他都還可以 咱們外交四個部分 是吧 大國外交 周邊外交 發展能國家外交 多併國際組織外交 現在其實周邊外交挺好的 是吧 周邊處理挺好的 發展能國家外交沒有問題 多併國際組織外交也還挺好 大國外交呢 三對關係 中美 中俄 中俄 其實中俄還挺好的 是吧 普京總統馬上來 習總馬上要去國際訪問 中俄現在也還可以吧 其實就是大國外交交的美國方向 所以我們國內也不要自亂政調 因為現在有些人太崇美了 但是 中美一出社 他認為天塌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去年好像有一段很悲觀 大部分人我覺得就是這種認識問題 當然也少部分那個代表黨 那是覺得王思要上岸了 很高興的 因為這幾年美國混得不好 他們很邊緣化 去年老特一打他高興了 所以原來他們都是罵老特的 後來罵到蒙表了老特 挺逗 總之我們可能以後得接受一個現實 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常態 叫七分競爭三分合作 我覺得這是新常態 以前是既競爭又合作 但是那個比例差不多 50 50 對吧 現在的常態叫七分競爭三分合作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以避免 另外還有防範兩個風險 一個就是還是要防範全民性的人 雖然那些人不太多 就美國那些壞人哪個該多 他能量很大的 我們有防範 還有一個就是要防範兩個 可能出現了局部軍事 局部熱衝突 最後我講講那個臺灣問題 臺灣問題呢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是 我剛才那個一封書記也講了 就是貿易摩擦呢 今年那肯定會結束的啊 然後他就可以轉別的組合圈來打 轉別的組合圈最怕的就是 以臺灣為契入 其實某種意義上講 貿易摩擦我覺得拖一段時間拖一段時間 因為貿易摩擦無非就是 損失大家賺錢嘛 大家知道錢是王八蛋用完了再賺呢 但是弄到臺灣 臺灣要死人啊 死人那個性質就變了 這個關係就很難緩和了 所以還 其實就我個人來講 臺灣貿易上突一段時間再說 但是現在好像貿易口的朋友呢 壓力大 他們想盡快結束啊 那麼當然 某種意義上講的 符合國家利益啊 能結束也是好事 那結束完了以後就要防發這個 他要轉到 就如果轉到臺灣問題 大家會非常怕 轉到別的問題可能性也有 人權啊 南海啊也有 像這些問題我覺得還可控 像臺灣問題是比較難控制的啊 那臺灣問題呢 我的觀察現在是這樣的啊 現在其實呢 兩國三方啊立場都有變化 是吧 臺灣問題是中美的事 但是咱們中國呢很不幸 有兩方嘛 大陸 臺灣 所以是個兩國三方遊戲 我的感覺是 這個三個方面現在都有變化啊 是1月2號 習主席那個 這個 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講話 還是有變化 我們可以說就是這個講話呢 很平衡 軟的更軟 硬的更硬 但是那個 我的總感覺是 總的政策基調還是變化 從防毒轉向了觸統 對吧 非常清楚 從防毒啊 轉向了觸統 總是講吧 必然要統一 也一定要統一 對 必須統一 也必然統一 也必然統一 對 對 那麼我們是有變化的 然後臺灣也肯定也有變化 對吧 剛才其實 林所長已經講了就是說那個 民進黨現在有點著急 他現在還是想打臺灣派 然後美國呢 現在也有變化 美國呢 我觀察是這樣 就絕大部分美國人呢 還是想維持現狀的 但是有兩波 人數很少 也是能量很大的人 想改變現狀 一個呢就是那些平勤台灣的美國議員 他們現在覺得就是大陸台灣力量不平衡 所以我們大陸要欺負台灣 然後呢 他們想 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同情 還有一部分人呢 是行政部門的某些人他想 就是有意識地打台灣派 然後想試試我們底線 而且這幫人呢 他覺得我們那個有跟紫老虎 有跟紫老虎啊 那個包括問題 你貿易問題我們簽浪部 應該講說我們是進最大魯力浪部嘛 那解決這個問題 他有時候 他會把你這個貿易浪部 當作你的戰略軟弱 是吧 如果他這麼思維 那就有點危險了 他覺得你紫老虎嘛 講話很兇 身上很慫啊 那個就很麻煩 那麼 這就是基本狀況 就是大部分美國人我接觸的 絕對還是希望維持現狀 但是確實有兩部分 他的態度跟以前不一樣 有些人呢 非常同情台灣 真想幫他做點事 有些人真想打台灣派 因為他還是認定你是指導 這個那麼 那麼下面要注意幾個風險啊 一個呢 就是有國會議員給特朗普寫信了 就是7月 7月20幾號吧 邀請 蔡英文訪問那個華臣的民事 那麼如果去了 還要邀請他去國會講話 這個很危險 是吧 這個 另外就是 就根據那個 對外援助法 他要求美國軍艦停靠台灣 如果真的 我們假設羅斯福航能 停靠高雄 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呢 比如說 他邀請台灣軍隊成建制的 銀記以上規模 跑到美國聯合軍 怎麼辦 另外就是 蔡英文訪琢磨著要 向那個 他所謂 向國際社會出租 不是 就公開使用那個太平島 那美國人去用一下怎麼辦 這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其實這幾事 他做得反而好 做了我們就下手了 就是 我們不知道嘛 這個 那個 我們規定 我都希望他做 挺複雜的 是吧 我們規定那個 其實 就中國大陸實際上是非常 負擔性 我覺得對我們學者 這個 要想要負擔 社會挺分裂的 利益集團挺多元的 然後 最後決策 實際上也不容易 因為剛倒進去 但是在台灣提示 他利益集團 出不了事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 總之就是 這些危險 就是 因為我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三方都在變 這是兩個三方有限 而三方都有變化 這個變化裡面 就有機遇 但更有風險 而且我覺得現在風險 成功也大 是吧 那麼現在我跟他 還列了幾個具體問題 都是美國可以現實打的牌 那麼怎麼辦 怎麼辦呢 我覺得現在好像 我們也在做 一個是在溝通 肯定現在是 各個口子在溝通 無論是對台灣還是對美國方向溝通 還有一個是威懾 告訴他們 我們有可能 某種反應 還有還是積極贏取 贏得人心 我們都在做這個工作 期待我們的工作能有效 是吧 讓他們做事兒 走得不要太遠 免得引發危機 但是現在坦白講 就是說你這些工作有沒有效 沒有把握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這種選舉至上 政治至上 這個 不是很理智 美國其右翼這幫人 也不是很理智 老特呢 他是個商人 算帳 然後他用的這幫人呢 他這樣比老特還極端 他就已經算比較極端了 那幫兄弟比他還極端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學者 就是 假設人是理性人嘛 但是現實生活當中 人首先是個感情人 對不對 理性其實佔的比例不是很大的 學者因為一天到晚研究理性 我們把理性誇張得很厲害 其實人本質上還是個動物 我覺得動物性佔90 社會性佔10 然後一激動就是動物了 我們做的這個談的一切前提都沒有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就是 我們比如搞戰略研究 你是這樣 一般我們要叫 seeking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就是我們爭取對國家最好的結果 但是呢 你一定要為那個最壞的東西 做打算 是吧 做好充分準備了 我有點超時了 謝謝 好的